那婆子也是个机灵人 听到柳嬷嬷说这个 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他轻轻地拍拍柳嬷嬷的胳膊 陪笑道 柳姐姐可别这样说 我家世子一向不喜欢女子近身 所以身边别说丫鬟 连一个粗食的婆子都没有 因此这院子里 除了您和生肖姑娘她们几个 还真的就没有一个女眷 您是不太了解我们家世子爷 真真是不尽女色得很 我们府上的人都要以为 世子爷要终身不娶了 谁知道就那么巧 和世子妃看对眼了 柳姐姐呀 我们王府里王妃早逝 所以也没个女眷 王爷是大男人 又是战场里走出来的铁汉子 有些小细节难免就会想不到 还请柳姐姐多多包涵一下 那婆子想了又想到 我家世子爷是真真地心疼世子妃的 莫言是世子爷身边的贴身侍卫 在府里除了世子爷 就是王爷都没权利管他的 除非是什么天大的事 否则莫言是不会离开世子爷身边的 今儿个府上为了世子爷的婚事 都忙得底朝天了 世子爷还能想起世子妃没有吃东西 还让莫言来带你们去厨房 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 世子爷竟然让莫言来给世子妃送吃的 还有茶水 这是真真儿的 把世子妃给放在心上的 我们家世子爷一向洁身自好 这些年来就没有个女子在身边 即使这样也好啊 将来就对着世子妃一个女子 两个人一定会琴瑟和鸣 恩恩爱爱的 柳嬷嬷听到这里 才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就好了 她对着婆子微微一笑 多谢姐姐提点了 姐姐也别见怪 我也是心疼我家姑娘 才会有如此冒昧的疑问 宁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婆子轻轻一笑 我都明白的 听说世子妃也是娘亲早逝 您是她身边的嬷嬷 瞧着世子妃长大的 说是嬷嬷嬷嬷 其实和娘亲又差多少 您这般为世子妃考虑 世子妃知道了 也会欣慰的 娘亲可不敢当 柳嬷嬷笑道 只是我这辈子都没有成亲 瞧着姑娘长大 自然要多费些心思 该当的该当的 目送婆子远去 柳嬷嬷才算是彻底地松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说 姑娘已经嫁给姑爷了 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只要姑爷是认认真真要和姑娘过日子 而不是想给姑娘什么下马威 她也就放心了 就跟那婆子说的似的 姑爷身边没有女眷 今后院子里全都是姑娘的人 姑娘活得也能自意些 刚刚这样一想 就瞧见一身黑衣的墨眼 推着大红色喜服的姑爷 从院子门口进来 柳嬷嬷瞧着楚离那一双腿 再看看她脸上的黄金面具 方才才有些晴朗的心情 一下子又阴了下来 不过她没有表现在脸上 笑呵呵地扶身请安 世子爷回来了 楚离知道柳嬷嬷 是苏木槿身边的贴身嬷嬷 十分给她面子 轻轻地嗡了一声 应了一声又觉得太冷淡了 就抬头问她 世子妃歇下了吗 没有没有 柳嬷嬷连忙摆手 心想姑爷问这个做什么 姑娘就是歇了 她肯定也要说没歇下呀 哪有新郎官还没回来 新娘子就自己先歇下的 空中传来一阵阵浓烈的酒味 柳嬷嬷心想 这是喝了多少 才能有这么重的味道 兴许是心里对一个人不满 所以就看她哪里都不太顺眼了 柳嬷嬷这样解释 姑爷要不要先沐浴一番 老奴去给您准备热水 不是她要关心楚离 而是担心楚离这一身的酒气 会寻找了自家的姑娘 说到底还是心疼苏木槿 摩摩还不知道厨房在哪里 我让墨延陪着你去吧 摩摩是锦儿身边的贴身摩摩 锦儿用善的口味你最清楚不过 你去厨房也刚好吩咐厨娘 今后给小院里做饭的时候 也好让他们知道锦儿爱吃什么 不吃什么 还有锦儿爱吃的一些点心 嬷嬷也只管让厨娘去做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说着就侧手看着莫言 再去厨房里弄些饭菜过来 世子妃今天饿了一整天了 好 莫言回答得爽快 世子爷哪里是让她去弄饭菜 分明就是带着柳嬷嬷 让厨房里的人都知道 柳嬷嬷说的话 就是世子爷自己同意了的 也省得厨房里的一些人捧高踩低的 觉得世子妃不受重视 糊弄世子妃 莫言心里十分感慨 以前世子爷对于府里的事情 从来都是莫不关心的 府邸大了 什么事都有 奴仆之间的名争暗斗什么的 自古以来就是哪个院子里都有的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以前世子爷从来也不管这些 就是瞧见了也当做没瞧见 没想到为了世子妃 连让她去威慑人都想出来了 她呵呵地笑 最高兴的应当是王爷吧 她最想让世子爷能有点人气了 这回可算是满足了王爷的心愿了 楚黎推着轮椅进了屋 推开房门的瞬间 她微微愣了一下 新房中苏木槿临窗远望 一身微移在地的鲜红嫁衣 裙摆脱得极长 她一头墨黑色的长发 懒洋洋地散在肩头 趁着那鲜红的颜色 显得妖异的黑 听到动静 她微微侧过身来 纤细的腰之月发显得纤细 盈盈一卧 她脸上的妆容还在 比起方才头戴凤冠的雍容华贵 这会儿的她 毛子里有几分迷茫 看上去竟然像是走失的精灵 她眼神的迷茫和伤痛 让她的心顿时一紧 她却很快回过神来 掩饰掉毛子里的情绪 轻轻地扯出一抹笑来 你回来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让她的心情又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这世间除了母妃 还能出现一个女子 一言一行 便能影响到她的心情 她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却让她有种安心的感觉 就仿佛 就仿佛远处的丈夫 回到了家中 家中的妻子 就会惊喜地海上这么一句 让人的心整个都暖融融的 怎么了 苏木槿静静地看着她 显然敏锐地捕捉到 她情绪的转变 她缓缓从窗子旁边走过来 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房间中的蜡烛燃烧了一整天 蜡泪躺满了蜡烛的身子 她在红色的烛光下 一身鲜红色的衣裳 越发显得绝色 楚黎忽然就想到了 先前闹洞房的那个 不算稳的稳 她下意识地看向她的嘴角 她的嘴唇先前被弄破了 这会儿已经不流血了 唇上留下了一点淡淡的颜色 楚黎猴杰轻轻地滑动了一下 握着轮椅扶手的手指 微微有些泛白 她轻咳一声 问了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 一开口才发现 声音异常地沙哑低沉 你吃过饭了吗 我之前让墨烟给你带来的 苏木槿当然发现了 她声音的异样 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轻轻点头 吃过了 多谢你细心 还惦记着 应当的 一句话说完 两个人就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两人面面相去 一个懊恼 一个疑惑 楚黎 你今天怎么了 很不对劲 没事 楚黎清壳一声 缓缓地推动轮椅 靠近了苏木槿 轻声解释道 兴许是酒喝得太多了 苏木槿点头 接受了她这个解释 她看了一下窗外宛弱 被照上了一层黑布的天空 又看了一眼新房中 唯一的一张大床 调整了一下坐姿 挺直了背脊 郑重地道 楚黎 我们谈谈 苏木槿这话一出 楚黎就是一阵紧张 不用想她也知道 苏木槿要跟她谈什么 刚要找个借口推脱掉 就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 和默眼的声音 狮子爷 狮子妃 我带了饭菜来了 楚黎忽然就松了一口气 扬了扬声音 进来 我已经吃饱了 苏木槿醋没 你今天一天 就吃那么点东西哪里够 而且还是油腻的 我让默眼从厨房 弄来了一点清淡的小菜 你多吃一点 我们府上没有女眷 明个一大早 还要去给父王敬茶 还有王府的钟馈 也要交到你的手里 今天不吃饱 明天怎么干活 楚黎一句话说的 半点停顿都没有 好像生怕苏木槿打断 他的话似的 而且我方才敬酒喝了不少 也没能吃上多少东西 这会儿肚子 还真的有点空荡荡的 楚黎这么一说 苏木槿就止了声 不管要谈什么事情 总归要让楚黎先吃饱才行 默眼端着一个巨大的托盘进来 上面放着好几个碟子 还用银色的盖子盖了起来 如今已是秋天 这两天的天气 也越发地冷了 如果不盖上盖子的话 估计从厨房里刚走出来 饭菜就要冷了 默眼黑黑一笑 直到这个时候 世子爷不想让人打扰 这会儿他十分有眼力见儿 把手中的托盘放在了桌子上 就找了个借口离开 世子爷世子妃 你们先吃着 我先带生肖他们几个 去看一下他们以后要住的房间 等会儿再来收拾网筷 去吧 楚黎点头应了一声 今天柳嬷嬷一行人 也全都是出出入府 有些地方没有人带着 还真的找不到 这会儿时间也不早了 等会儿还要休息的 至于收拾网筷 他身边的琐事 一向都是默眼在做 所以他也早就习惯了 苏木槿听到默眼一个大男人 还会收拾网筷 微微吃了一惊 诧异地看了默眼一眼 然后在心里默默地点头 这样的男人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长有长相 身高也修长 配上生肖 的确够了 他这样毫不掩饰地盯着默眼的举动 落在楚黎的毛子里 脸色当即就有些不好看 他不是不知道苏木槿的想法 可是这个时候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他怎么可以去看其他的男人 楚黎承认 他和苏木槿拜了堂之后 对他的占有欲 愈发地强了 他轻咳一声 拉回苏木槿的视线 然后推着轮椅到小圆桌的旁边 把银色的盖子一个个揭开 里面果然都是一些清淡的小菜 一叠清炒小白菜 一叠开胃的酱黄瓜 还有一盅包得香浓乳白的鱼汤 有两个空碗放在托盘上 苏木槿想了想 他现在不管怎么样都嫁给了楚黎 有些事情当然不能跟以前一样 老是让丫鬟去做 因此就去伸手拿空碗打算盛汤 他的手还没伸过去 楚黎就已经自动自发地拿起了空碗 舀了大半碗鱼汤 把干净的瓷勺放进碗里 推到苏木槿的面前 轻声说道 你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先喝点汤润润肺 等会儿就有食欲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极其自然地拿了另外一个空碗 自己也盛了半碗汤放在身边 又贴心地把托盘上的筷子 递给苏木槿一双 大晚上的就不吃馒头了 也不好消食 先喝点汤吃点菜 如果饿了 明儿个再让厨房里多弄些早上过来 苏木槿端着手里的碗 愣愣地看着那乳白色的鱼汤 一时间心中五味杂陈 隐隐地还有些慌乱 他不知道这慌乱是为了什么 总之心里怪怪的 除了生肖他们几个 就是爹爹也从来不曾给他盛汤舀饭 前世的时候 宁愈更不可能 这个大周朝 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男子们总是有种气势凌人的感觉 再心疼一个女子 都不会在生活的小细节上 特别的细心 有些人会自己安慰自己 说是家里的夫君心粗 可是苏木槿的理解和旁人不一样 重生过仪式之后 他算是彻底的 误透了一个道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